课套的话我就不说了 我就开始做我们这次的讲座 翻页怎么翻不动了 信号还好吗 信号挺好的 您翻不动页是吧 电脑键盘上的上下键就行张老师 我按了不行不顶用 反应比较慢是怎么回事 好了有了 对比较慢可能 现在正常 是这样 为什么把西藏考古的 从这个中国考古学里边单列出来 作为一个地方考古把它单列出来 我想这是激励它几个原因吧 首先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西藏 西藏自治区 现在的西藏自治区 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 那么它这个被称为世界五级 也被称为世界第三级 因为它平均海拔都在四千米上 非常非常高的 另外呢 就是它这个周围呢 都是一些高大的山脉 都高大的山脉 由南边的喜马拉雅山脉 这个紧贴着它一个港铁斯山脉 那么再往北边的是昆仑山 和卡拉昆仑 这个还有它这个东边的横断山 这个基本上就把这个青藏高原 高华地区就是环绕起来 而且在它的西北方向 一块把这几个山脉聚拢在一起 被地理学界称为这个叫 叫帕缅山节 就像一个口袋 在这地方扎起来 扎起来一个口子 那么就成为一个相对 比较独立的一个地理单元 这是它的这个地理情况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水流的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在 实际上在青藏高原呢 大部分呢 占到一半以上的属于 它属于枪塘内流取 它都是内流 内流河 然后形成了很多湖泊 形成了很多湖泊 但是呢它的南部啊 西部东部 这三面还都是外流河 分别就是占边级比较大的是 鸭州藏木江流米 这个还有最小的是 是在普兰的这孔雀河流域 另外在这个阿里地区的 像这个 港尔渣达 这一带呢 它属于这个湖泊河流域 那么 在它的横断山这边呢 属于长江流域 南长江流域和陆江流域 这些呢都是外流河 都是外流河 而且这个 因为它的它的这个 很多很多条河呀 分别都汇入了像 印度河呀 恒河呀 这样一些 伊罗瓦底江啊 这样一些大的 亚洲大的河流 所以也是被称为 这个亚洲的水塔 它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 清战高原 有它这个 比较独特的一个历史背景 比较独特的历史背景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清战高原 这个的民族特征呢 基本上还都是 以藏族占到 一个大多数的 这么一个情况 它自己呢 有自己的文字 有自己的语言 有自己的文献 文献记录 它的历史呢 是在少数民族 在我们中国少数民族里边 算是这个历史 这个既悠久 又有比较 又有这个文献记载 也比较清楚 也比较清楚 另外呢 就是这个清战高原 它在这里生活的人群呢 它这个 一直生活在 比较浓郁的一个宗教氛围里边 那么在公元70级之前呢 清战高原上 基本上它是以这个 流行的是一个原始宗教 被称为本教 或者叫原始本教 雍中本教 这样一个原始宗教的信仰 70级以后呢 基本上就慢慢的 就这个 这个 佛教的 佛教的这个传播呢 就整个遍及这个清战高原 清战高原 后来又分出了很多宗派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地理环境 从它的历史背景 和它的这个 人群的宗教原因来看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所以呢 这个它的考古学文化呢 也会显示出来 很强烈的地方 地方特征 所以有必要 把它作为一个区域考古 来进行研究 这是我们 为什么要 要做这个西藏考古 这个基于这么几点原因 那么我想 我想在 在今天这个讲座里 把这个西藏考古 事业发展的 分成六个阶段 六个阶段 就是从上世纪初 一直到现在 那么关于西藏考古 考古发展的 这个这个历程呢 有很多先生都写过 都写过文章 比如说 佛文正先生的这个 西藏考古总数 这是发表的最早的 1985年 发表的 侯氏柱的这个 西藏考古工作回顾 也是在这个 1985年发表 那么在这以后呢 就是霍卫先生 写的就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近十年 西藏考古发展 研究二十世纪 西藏考古的回顾 与思考 那么还有 我们现在的 这个西藏文言所的 副所长夏格王队先生 他和普志 写过西藏考古40年 在中国党间上 我呢是写过 这个陕西省 支援西藏文物考古工作 30年的回顾 在此地 已经就担就这个 陕西省 这个 援助西藏进行 国务考古的工作 做了 那么霍老师 还有这个杨清凡呢 近些年呢 又这个 又这个 发表的 发表的有这个 西藏考古的回顾和展望的文章 有这样的文章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细细的去读他们 读他们这些文章 然后呢 我在这呢 就是用这个 用一些图片 用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 简单的梳理 也就实际上以大世纪的方式 把这个 西藏考古的 整个发展的一个 脉络 给大家 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初 到1950年 到1950年 就是到这个西藏和平解放 之前的这个 这个时期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著名探险家 斯文赫定 他曾经进入过 西藏的北部和西部 两次 第一次 他没进去 第二次 1900年 那次没进去 半道上 他会退回去 因为 他 探险对死伤 这个很严重 而且这个 季节也不合适 所以他退不去 到了1901年的时候 他就再次 进去找西藏 但是他到了这个西藏北部以后 在南無措附近 就是受到了 这个当他这个 当地方政府的这个 阻拦 他就没有 没有继续 没有 没有能够继续向 这个西藏附近地区 再走 所以他就拐向这个西部 就去到阿里 从阿里那边 就出去了 但是他这个呢 是没有 他这次 这次 这个进入的西藏呢 没有做靠谷工作 他主要侧重于 地理调查 和这个 和测绘 和测绘 特别是对河流 湖泊 这个 山脉 这样一些 重要的 这个 地物 做一些 做一些 这个 做一些测绘 这样 那么说 如果说是对这个 这个 西藏古代的 文化遗迹 进行考察的话 那么第一个人 就是这个 英国的 有一位 这个探检家 叫 麦克尔斯扬 他实际上 他也就是 到西藏去过一次 在1912年的时候 他主要是去的 西藏西部 主要在现在的 达达县 考察了 这个托林寺 和谷歌故城 就达不让 这个故城 后来他发表了 一个到西藏西部 托林寺和达不让 这个行政 这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 发表了以后呢 也是在 他这发表 在庞泽普丽 学会的一个 一个学刊上 然后就引起了 这个 西方学者的 关注 就引起西方学者的 关注 翻页又 有点问题了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可能是我这条网络 太骂是怎么 操作起来 可能是电脑有一点卡 有时候也会卡住 好 好了 那么在1926年到1928年的时候 苏俄的探险家叫雷列赫 他对这个藏北地区进行了一个 一个考察 这时候呢 他是 他是既做 既做这个 古代一记的调查 也画画 他这个 这个画作也是很有名的 右下角的这幅 就是他画的这个劣势图 他画的是一个 一个在藏北地区 常见的石后一记的一种 这个 上面 中间这张照片呢 是新西伯利亚的雷列赫博物馆 雷列赫这个人呢 他后来他有好几个博物馆 在新德里也有 在纽约也有 在这个 在圣别德堡也有 在新西伯利亚的博物馆里边 我拍到了这张 他当时画的烈石的这样 照片 也拍到了他当时 这个 他拍的烈石的那个照片 那么他在这个 在藏北期间呢 开始主要活动在 现在我们纳区 纳区地区的偏东部的这一带 在羌塘的东部 等于在羌塘东部 以及这个青海 也是青海 这个青海湖以南的这一片区域 他在这一片做了考察 其他地方他没有去 但是呢 他在这呢 是发掘了墨葬 也这个调查了 当时购一记 他这是他 这个左侧呢 我们看到 这是他 绘制的一个 这个烈石的 石镇的这么一个 一个平面的布局图 那么下边这些箭头呢 是他在这个 发掘墨葬里边发现的 另外呢 他还当时在 在这个藏北的 游牧人那里啊 升级到了很多 这个青铜的 这个小将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就专门写一篇文章 叫藏北游牧部落的动物风格 写这么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边 这个提到了 他在藏北所做的 这个烈石的考察 和牧藏的发掘 这个应该是 这个作为一个 相对比较专业的 一个探浆家 所做的这个 考古调查的工作 那么从1929年 到1948年的 一个伟大的一个学者 意大利 意大利的这个 图奇 图奇教授 他对这个西藏中部 西部和中部 进行了多达 多达七八次的 这样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考察 他过程中住的帐篷 以及他和一些 地方官员的一些合影 这是1931年 33年 还是35年 他突击在西藏西部 以及拉巴克地区 考察的一个 一个县 这条县 那么他在这个 西藏考察的过程中 和西藏考察之后 写出了这个 印度西藏 这样一部 黄黄巨著 这个现在 被移成 这个叫 印度西藏 那么被移成 汉语文以后 叫凡天佛地 一共是分成 四卷八册 四卷八册 这里边呢 就分别描述到了 拉达克 阿里 还有后藏的 这个佛教 寺院 佛塔 壁画 塑像 还有叉叉 这样一些 这个 古代的遗迹和遗物 后来呢 他又出过一个小书 叫穿越喜马拉雅 江洪嘉先生 把它翻译成 这个西藏考古 也是出了两版 我这是 这个呢 是我们在 八十年代的 西藏调查的时候 还有后来调查的时候 这个一直带着 所以你看 我这本书都已经 都已经很旧了 它是第二版 都已经很旧 第一版 都已经不行了 那么这本 这本里边呢 它是 这个 分成这么 几个 几个大的部分 一个是史前时期 和原始时期 一个是历史时期 另一个呢 是西藏艺术的起源 在这里边 他就提到了 分别提到了 这个石垢遗迹啊 研画 这个 古代木葬 那么在历史时期呢 他提到的更多的是 佛教寺院的遗址 和佛教寺院 以及这个 土国时期的 这个陵墓 西藏艺术的起源里边 他大部分是 是谈这个 这个塑像 壁画 叉叉和塔的这个 这个 发展过程 这一直是被我们作为 这个在西藏考古 最初在西藏考古 进行考古的时候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参考书 那么到了 1940年的时候 这个英国人 李基生 他当时是以这个 东印度公司 驻 驻江资的一个商务带 是一个 是一个外交官 商务官员吧 外交官员 他在拉萨也住过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对这个 拉萨湛南地区呢 做了很多考察 特别是他对这个 藏王林的考察 以及对这个 吐博悲客的 这个考察 以后都发表过 一些文章 一直也是 被我们认为是 重要的参考资料 特别是他当时 拍照的照片 包括他拍摄的 这个拉萨嘎琼寺 遗址的佛塔和 悲客的这个照片 以及拍的 温江多 遗址的这个 悲客和寺院的照片 在现在 对我们了解 这两个重要的 陀佛世纪的遗址 都有非常重要的 参考价值 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么在这个 这个 四十年代后半期 有意大利人 奥夫什莱特和德国人 哈雷 他们是从 印度 营里边逃出来 翻越西马拉雅 然后到了 到拉萨 作为一些技术官员 来参加 这个 当时 作为一些工程 比如说 水电站的工程 水区的工程 在他做水 这个地方 发掘了一批 这个古墓藏 发掘了这批古墓藏 也出土了一批淘气 虽然他们两个 原来 这个 对 对这个考古 是 应该说是 基本上一无所知吧 但是他们非常敏锐的 就意识到这批东西的重要性 所以呢他 当时就 测绘了这么一个分布图 也对这个出土的淘气 也绘制了这样的图 这个图很专业 就跟我们现在 考古专业上 所绘制图是一样的 就说明 他们当时是 这个 有这样的 还是有这样的知识背景 还是有这样的知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时期的西藏的考古活动 大概有这么几个 几个特点 第一 他都是外国学者和探浅者 所谓 第二是 他对探浅性质的地理调查 像这个 特别像这个 斯文核定的这个 第三呢 是他考古调查的范围也比较广 包括了石垢 史前的石垢遗迹 研画 和历史时期的佛教遗迹 悲客 还有藏王林 也出现了零星的这个发掘 那是基本都是靠古代的墓葬 而且这个呢 是带有偶然性 他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现 然后就随手就把它清理 但是作为这个 这个 一些重要的学者 像图奇啊 李吉生啊 像这样学者 他们都是对 非常好的这个藏文的功底 和宗教的功底 所以他们当时 结合这个藏文文献 对藏文文献的收集 并且把藏文文献和 这靠古调查的资料 相结合起来 研究这个西藏古代的历史 研究西藏古代的历史 这个是到现在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这个丰富的这个研究的 研究的这个成果资料 第六呢 就是这个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们一直说 这个图奇被西方认为 是西藏考古的鼻祖啊 但是实际上图奇 图奇教授呢 他实际上 他是 他的这个背景呢 主要是语言学 宗教学 和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艺术史学的 这样 这样一个 一个背景啊 所以他真正的 属于田野考古的地方 他 他并 他并没有 并没有做 并没有做 所以并不是 非常严格意义上的 考古学家 那么到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从上个世纪的 五十年代 就是和平解放之后 到七十年代初的 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这个和考古相关的 这个重要的事件 有这么几项 一个是 1956年 地质学家 赵宗福呢 在这个西藏 采集到了 七十期 又把它也 也把它也披露出来 另外呢 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1959年的时候 文化部的文物调查组 对这个 对西藏的 拉萨 山南和日科泽 三个这个地区呢 进行了这个 调查 进行了调查 那么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当时很快就在 以这个西藏文物建文记 这种形式呢 在文物上连载 一直连载的栖栖 那么后来呢 这个参加 这个调查的 是当时的文化部的文物处的处长 王毅 王毅同志 还有素白先生 还有藏学家王中先生 一起调查的 那么素先生呢 一直到了 这个上世纪90年代 才花了几年的时间 把他当时调查的这笔资料 以及后来 这个发现和公布的一些资料 综合在一起 做了这个 好几个专题的研究 写成了这个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这个也是被 很有 被学术界认为是 这个西藏考古的 历史考古时期的 康顶之作 也是 最重要的著作 到现在 没有 在没有人能够 能够这个 能达到 像素先生研究的这个高度 另外呢 这次调查呢 拍摄了很多重要的资料 也绘了很多图 当时呢 素先生在他这个 西藏佛教寺院考古 也用到了好多 当时的手绘的图 那个有些图呢 有些这个布局图啊 就素先生用布测的方式 就把它测出来 但是后来 他测得非常准 后来跟我们调查的时候 测量的那个 那个误差都很小 特别是他对一些 对这些 木构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测绘 手绘的图 都是会得非常的 都是非常的 那个准确的 另外呢 当时拍摄了很多 照片 这照片呢 给我们 在这个多少年以后 这些 都已经 这些寺院呢 都已经成了废墟的时候 我们再去 再去这个 做调查的时候 是 是这个 起到了一个 对我们 也对了解原貌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参考杂志 就是萨加北四 萨加北四 我后面后介绍 我们在 这个 2005年的时候 去做发掘 去做发掘的时候 这点基本的 废墟 还有这位 纳唐寺 纳唐寺 后来也是 这个会得比较厉害 原来他收藏在 这个里边的 这个普提加耶寺的 这个模型啊 后来也 另外这个 像江兹老城 和白居寺的 这个 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 这个江兹老城里边 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 经常的 这个佛作案 现在我们也 看不到这个 羊毛 也破坏得 比较 严重 那么在1959年的时候 西藏公委 我们 这上 稍微解释一下 就在这个 1965年 西藏自治区 成立之前呢 这个 在西藏的 这个 这个 是由 西藏工作委员会 简称西藏公委 来这个领导 整个西藏的 这个 这个 工作 在这里边 成立了一个 文物古迹文件档案 管理委员会 这里边呢 就里边就有 文物管理组 那么61年的时候 这个新成立的 文物管理组啊 就对这个 拉萨附近的 林州 林州县的 彭博农场 的古墓 做了一个清理 在这里清理出来 圆形的洞穴 这个石块 垒气的石棺 也出土地有 陶气和 铜气铁气 这个也是后来 把这个 发掘的简报 也公布出来 那么60年代呢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这是当时已经 开展这个 西藏科考 西藏科考 综合科考 那么科考队的 地质学家 在定日 发现了一些 大智时期 这科考队 采集回来以后 有安志明先生 做了整理和 和公布 那么06年 和到76年的 西藏科考队 还一直在 西藏在做工作 那么分别在 这个纳区 阿里 日克泽 又发现 有些大智时期的地点 后来这笔东西 戴尔检和黄和黄 黄伟文先生 把它整理发表 这就是 正式开始了 这个在这个西藏 这个 这个史前 史前的这个 遗迹和遗物的 这个研究 当然这个 这个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 这个采集 地表采集 和当时 周围环境 地貌的 这个观察和描述 都是由地质学家来做 只是在 带回去的这些 石器的标本呢 是由 靠国学家来 来做这个 整理和发展 那么在 1973年到1975年的时候 比如 中央民院 现在叫中央民大 安心 王红杰老师 带着学生 在林芝 和默托 去做这个调查 这个时候呢 就发现了一些 磨制的石器 发现了磨制石器 但是很可惜 就是这个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这个能够确定的 这个遗址 没有找到 能够确定的遗址 那么这个时期 西藏考古的特点 是这样的 第一就是 完全由我国的 科学工作者 和这个考古学家 来开展这个 这个工作 另外呢 就是旧石器 和新石器的发现 这是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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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标志 旧石器呢 均为地理学家 采集 考古学家 整理并研究 新石器呢 仅限于 地面的采 调查和采集 还有征集 还有征集 所以呢 这个遗址呢 是没有找到 这个实验 后来呢 我们把这个都叫 都叫这个 石器 石器地点 都叫石器地点 并不是叫 这个石器遗址 它叫石器地点 第三呢 就是 以 苏白先生 为代表的 这个考古学家 参加了大半的 这个文物调查 主要的调查对象呢 是工变 像布达拉宫啊 这样一样 这个 佛教寺院 碑克 这个 林木 特别是 佛教寺院的 考古调查 为后续的 这个研究 奠定的基础 就是他 就是苏先生的 调查方法 和他的研究方法 给我们后来的 这个 考古学家 去做 这个佛教寺院 考古调查的时候 是给我们 给我们建立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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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本 也给我们 成为 他的 他的调查 他的研究方法 也成为我们 后来的 一些考古学 工作的 这个 主要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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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呢 是还有些 零星的 零星的 考古发掘 就是说在 通胞农场 做的那个 很小的 一点发掘 对这个 时期 总的来说 还都 属于这个 西藏考古的 一个 一个最初级的 一个阶段 那么 第三阶段呢 是上世纪 七十年代 后半期 到 到八十年代 初 这么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呢 是在 1975年 到1980年 第一批 考古 专业的 这个 毕业生 走上了 西藏文物 考古的 岗位 这里 就有 这个 贾阳 仁清 索南望堆 耿堆 望堆 丹登取渣 侯石柱 冷剑 张文生 有西藏本地的 藏族的 这个毕业生 也有这个 从内地 要求取西藏工作的 这个 汉族的 这个学生 他们这时候 基本上都是 都是在这个 西藏 文化厅 或者是在 这个 西藏文化会 主要在西藏文化会 西藏文化会 当时就是负责着这个 西藏的文物管理和这个文物调查的 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 在1977年到1979年 卡洛一址的这个发现 发现了以后呢 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这时候是由西藏文管会 国家文物局 社科院考古所 四川大学云南博物馆 来参加的 来参加的 当时这个考古队 主要是由 这个 这个同文正 教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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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来主持发掘 这个发掘面积呢 有1800平方 发掘面积 在当时来讲 也是相当大的 是 第一次在西藏上 进行的大规模的这种 正式的科学的 这种 考古发掘 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发掘出了三种的 这个房屋遗迹 后边我会 给大家打几张图 看一看 有半地穴 环底的 有半地穴 平底 有半地穴 的这个 石墙的 在石墙的 也出土了大量的石器 打制石器 磨制石器 陶器 武器等等 经过这个 他日式侧年呢 基本上确定 他这个遗址的年代 是从这个 4950 距今 4900 到 3900 这么一段时间 那么 这个 随后又 发表了 这个 靠谱发掘的简报 在85年又出版了 这个 这个报告 这命名 这个 这个遗址呢 以这个遗址来命名了 一个 这个 第一次命名了一个 西藏地区的 史前文 靠谱学文化的 这么一个 靠谱学文化 这是当时 这个 参加 凯罗计是发掘的 照片上可以看到 有 这个 陀恩正先生 石青帮先生 当时的 龙广广会的 副帝尔刘修 刘平修先生 还有 还有索南旺堆先生 几位 贾阳先生 这几位都 都在这 照片上 跟堆先生 所以都在上 都在上 我可以看 看得出来 当时 四川省博物馆 和云南省博物馆 也派人 参加这个 这个发掘 这是一个 集 好几个单位的 这个 业务人员 组成的 这么一个靠谱队 那么在 那这里边呢 就是后来 还在 对这个西藏考古 这个 产生过 比较重要影响的 就是 同文正先生 和索南旺堆先生 那索南旺堆先生 后来 他就做了 这个文管会的副主任 后来又做了 文管会的主任 那么 连续八年的 这个 这个 第一次 西藏第一次的 文物馆博物馆呢 就是由 索南旺堆先生 他 他来 统一 来 来这个 来组织的 来组织的 那么下边 可以看到 当时 这个 西藏文管会的 一些同仁们 来拍的一些 老照片 那么这卡洛遗址呢 这是我2006年拍的 他那个 水泥厂已经搬走 发掘完以后 水泥厂已经搬走 这是在卡洛遗址里边 出土的 这个桃器 其中下边 这个双 一个双体 桃罐 现在被作为 西藏博物馆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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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 是作为 他 这个 西藏 图 在卡洛遗址里边 出土的 最有代表性的 一件 一件 那么 这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 遗址里边 出土的各种 不同的 这个 半地穴式的 房屋的遗迹 这是 土壁 半地穴式的 这个 房屋遗迹 当时 考古报告里边 也对这种遗迹 做了一个复原 这是环底 环底型的 房屋遗迹 环底型的 房屋遗迹 这个房屋遗迹呢 推测 它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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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锥状的 一个 一个屋顶 用木棍 把它携搭起来 携搭起来 这么一个屋顶 中间有 火塘 是这么一个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个 石墙的 半地穴式的 房屋遗迹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对这个 对这种 对这种房屋遗迹的 这种复原来看 它应该是 这个双层的 平顶房屋 这跟我们得 一直到 延续到现在的 这个 藏族的民居 它基本上 它的这个结构 整体结构 它是一致的 整体结构 是一致的 就是说明这个 我们现在 在这个 西藏地区 广泛的存在的 这种 这种平顶式的 这个一层两层 甚至多层 那种平顶屋啊 在这个 要远在 卡洛文化的时期啊 就已经有了 那另外在 1982年的时候 西藏文管会 组织了 对这个朗县 发现的 这个烈山墓地的 这个调查和发掘 后来 这个调查的 调查发掘的简报呢 是 是发表在 是这个 发表在文物的 1985年的 这个 杂志上 这个 这个墓地呢 也是 就除了藏王 之外 这个 第一个 发现的大型的 这个土木墓地 这个靠调查 做得也非常的 非常的 即时资料 也很快就 就公布 这对我们 后来 在对这个 土木墓地的 调查和发掘 也都 都开了一个先例 那么我们 对这时期的 西藏考古呢 也 也归纳这么 几条吧 第一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 西藏 自己 这个 考古 从无到有 走上了 这个西藏文靠谷的 舞台 第二是以 卡洛遗址的 发掘标志着 西藏考古 进入到一个 新的时代 就是 这个正式的 科学 发掘 考古发掘 在西藏 就 开始 也开始了 这个西藏 是一样 考古文化的 一个探索 另外呢 就是 第三条 就是烈山墓地的 调查发掘 也揭开了土博墓葬考古的新的篇章 那么到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这个从1984年到1992年 这个阶段呢 是这个西藏自治区第一次文物普查 也是我们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 然后第二次文物普查 这个 他这个 这个八年的这个文物普查呢 是由西藏自治区文物馆会 组织并主持的 先后有三批 原葬的文物考古队伍参加 前两批都是陕西文物局派出的 这个陕西文物局派出的 有 有考古所的 同志 有这个 有文物馆会的同志 有这个秦永博物馆同志 还有半破博物馆同志 也组成这样的队伍 那么我就是这个84年 第一批 作为第一批 陕西文物局派出的 原葬的文物普查队 进入到西藏 就开始了我 我个人的这个西藏考古的这个立场 就从这时候开始 到第三批的时候呢 分别是由陕西文物局 四川大学 湖南省文物局 分别派出队 组成 这个 这个人数更多的 这样一个文物普查队 最终在这个1992年的 完成了全自治区全境的这个文物普查 这个普查 一直持续了八年 在这期间呢 有非常多的 以重要的发现 靠古发现 编写出了十几本 这个视线的文物志 后来又在 又在这个 这个 普查的基础上呢 加上后来的一些调查的基础上 编写的 编写出版的 中国文物局图集的西藏分册 和西藏文物志 这是这个 在这个八年里边 那么在这 在这个 我按三批来说啊 在1984年到1986年 这期间呢 重要的发现 有拉萨取共的新石器 遗址 就取共遗址 有这个阿里日土研化 有拉萨的查拉路普的土博石窟 由奶东普努沟 就发射是经过发掘的 这个 等多处 这个土博木栏 以及扎囊 扎堂寺壁画 同时呢 又调查了这个 骨骼固城遗址 就是 扎扎县 扎不让 骨骼固城遗址 那么在86年 至88年的 这个 这一阶段呢 发现了 昌都的小恩大遗址 这是 属于取共文化的一个 属于这个 这个卡罗文化的一个遗址 以及 在芒康发现了 土博佛教 摩牙造像 当然 当时啊 没有把它认出来是 佛教造像 认为 就 根据当地的传说呢 把它定为这个 松单干部 另外在 纳曲 在这个 安多 纳曲 比如所县 发现了一批 这个石棺杖 也做了发掘 后来也发表了 这个 发掘简报 那么在90年和92年的 重要的发现有这么几条啊 一个是 王前策的这个 大唐天独史之名 另外呢 是 平阳东港遗址 特别是在 平阳东港遗址 发现的那个 属于后宫 即早期的 那些这个 石棺库的壁画 另外是 几堆墓地 和长期墓地 这两个 这个规模比较大 比较大的 这个土博石棺的墓地 这同时发现在这个土博木地 也有几十处 基本上都分布在这个山南 拉萨 日和泽和林芝 这几个地区 这是这个八年里边的 最重要发现 这是通过这张 通过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当时 这个左上角这个呢 是我和武金奎 在这个 落差线的时候 和当地的那些喇叭 在一起这个照相 那个右上角呢 就是 我们大名鼎鼎的 霍威教授和令建教授 当时他这个 是去年在这个微信上 有谁发了一篇文章 把这个照片发出来 这引起了 这个网络上的一阵热议 这两个帅哥 当年都是 这两个当年都是帅哥 去了西藏 那么下边是陕西的 陕西的这个 何周德 袁长江和索南王队主任 还有他们在张当县 发掘这个土伯木的时候 就拍的照片 当时这个工作照 拍的很少 因为那时候 又没有数码相机 全都是用这个胶片机的 那个胶片呢 当时也配发的也很少 所以呢 都不舍得去照这个 照人像 工作照呢 就很少 大部分就拍了 拍了这个靠谷遗记 遗记和遗物 那么 我再想 因为这里边呢 重点介绍一下 在八年里边的一些 一些重要的发现 重要的发现 一个是拉萨取共遗址 这个呢 1984年12月的时候 由这个普查队的 耿堆 耿堆先生 他手下发现 耿堆先生跟我 还有单根取杂 我们 我的三个人是一个 当时正在调查 这个 这个斯拉寺 那么 从斯拉寺出发 去调查 帕班卡回来的半道上 这个 耿堆先生 他这个 就发现 这个小点 一块石头挺奇怪 他就捡起来 就捡起来 看 哎呦 这个好像是个石器 我一看 确定就是一个 一个大致石器 那是一个 双肩 是一个双肩石材 后来呢 因为天色已经晚 我们到 到了第二天 又赶快 又赶过去看 就发现在 那个桌边呢 就捡到了 这个石器和陶片 后来就在这开展了 一个星期的 这个调查和 和和这个 清理 就灰坑 这个 暴露出来 灰坑 做这个清理 随后就 就把这个 作为调查 和视觉简报 就发表 这个文污 那么这个呢 在后来的 这个90年 到92年的时候 由社科院考古所 的王仁湘先生 他就主持了 对这个 拉萨起工遗址的 正式的发掘 发掘了 发掘面积 比较小 总共只有500多平均 后来的 他人次测年测的是 距今是 3500年 到 到3750年 那么在 1999年的时候 出版了 这个拉萨起工 考古报告 这个 取工遗址的遗迹呢 它分成 两个时代 一个是 这个 聚落址的 灰坑 但是在这 没有发 没有发掘到 防止啊 防务机制 是没有发掘到 只是发掘了 这个数量很多的 这个灰坑 可以看到这个 灰坑在探方里边 当时这个 因为就有几个冲钩 冲下来 他就选择 没有被冲钩 冲毁的地方 开了几个探方 出现了一批灰坑 另外呢 这个 发现了一批 土坑石屎木 土坑石屎木 看到这个图上 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 它是一个 方 长方形 或者方形的一个土坑 然后用这个 石块 用石块 或者石板 来做起来 这样 做一个墓石 这个的测年呢 是距今 三千五百年 到三千年 这么一个 这个时段 比如说 它这个 这个 实际上 它这个土坑木 它的墓葬 和它这个灰坑 和灰坑一起 它是 复出在一个时代 那么在这 这个 左上角 左上角 是 是我当时调查的时候 清理出来的 采集和清理出来的一些 这个潮气 做了一些复原 那么其他的这些都是 后来正式发掘的时候 90年到92年正式发掘的时候 出土的 特别重要的就是 这个在墓葬里边 在这个土坑石屎木里边 曾经出过一个 铁岛铜镜 这个铁岛铜镜呢 现在也是作为 这个西藏 国务馆的一个 一个正馆之宝 非常重要 后来 霍威先生 还有很多 很多先生都 都对这种 在清朗高原上出现的 这个代底铜镜 作过 写过多篇的研究文章 来讨论 它的 它的这个 非常典型的一种魔光黑皮陶 魔光黑皮陶 在这地方出现的陶器呢 一个是多尔 再一个呢 它这个出现的基本是环底 或者这个矮圈族 小的矮圈族 是这种陶器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第二个被命名的西藏 西藏的这个史前考学文化 那么第二个是 就是在拉萨 这个布达阿公对面的药王山呢 发现了这个土博时期的石窟 叫查拉路普这个石窟 所以看到这个石窟呢 它是一个中心柱式的石窟 周围呢是一群礼拜道 可以环绕着它进行这个礼拜 里边呢柱子的四面和这个洞窟的四壁 都雕刻的有这个造像 虽然雕刻的比较粗 粗浊呢 但是这个仔细的分辨 可以把它分辨出来 由早期晚期 不同时期来刻 有的是这个土博时期刻的 有的是到了后宫期以后才刻上去 那么在它的旁边呢 还连带着有一个 有一个带着石窟的一个僧房 构成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石窟 和僧房构成的小石窟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第一次在西藏发现了这个土博时期的时空 第三个就是土博墨藏 土博墨藏呢 当时就除了在这之前发现的 老天的猎山墓地以外 像在洛扎的几堆墓地 拉兹的查普清墓地 来动的普德国墓地 撒迦的夏布区和流域的这些墓群 以及墨主公卡的这个铜底墓地 这样一些这个土博时期的墓地 这个墓地的数量呢 少则十几个 多则上百甚至数百座 都是这个规模大小不同 分布的区域也不一样 但是呢基本上它这个 它的这个选 它的择地呢 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 就是它一般在山前的这个冲击扇上 冲击扇的这个幻坡上 来建造这个这个这个墓群 而且呢往往是在一个 在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墓地里边呢 它往往有几座 有那么一座或者是几座 大型的墓葬 在它的在它的坡下 两侧在围绕着一些中型和小型的墓葬 这个明显地看得出来 它等级上的区别 也可能也标志着这个时代上的这个差别 第四就是大唐天竺史之名 这个是这个郭威教授 他们他们这个组 在这个基隆发现 这个刻名呢 这是在这个 是记载的显庆年间 王玄策出使天竺 通过这个基隆山口 途经这个尼泊尔往过印度的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个是这个被克明的发现呢 也就证实了这个 当时从土博通往尼泊尔 寄而通向印度的这么一条线路 这个线路基本上就可以 可以确定下来了 那么后来我们在 在这个在 在勾勒 这个唐博古道 和博尼古道的时候 这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重要的节点 那么在这一时期的 这个西藏考古的特点 是这么几项 第一个是以这个 全国文物普查 第二次文物普查 也就是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 作为契机 组织西藏和兄弟省市的 这个考古力量 对西藏自治区全境 开展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 基本上勾勒出了 西藏文物遗迹的 内别数量 以及分布的一个大铁领域 也就是基本上 把西藏的这个 这个文物遗迹 或者叫考古遗址 这个家底 初步的把它摸清 那么第二呢 就是有一批 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现 标示着西藏考古的大发现时代 一些到来 就从这个时候 第三个是 这个两本考古报告呢 分别填补的西藏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的空白 这就是这个 这个八十年代出版的卡洛 创作卡洛和这个九十年代初 出版的这个国库 另外呢 就十一本这个 这个地市县的这个文物制 也成为这个西藏文物制的开展之作 也为后来编写这个西藏 自治区的文物制 见证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第四个也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西藏考古的基本力量 在这个阶段就形成了 你现在还在 这个 还在 还活跃在西藏考古 调查和研究一线的这些年龄 比较大的同志 基本就在这个时候成为成为这个 这个西藏考古的中间力量 那现在呢 基本上现在在西藏文言所呢 全部都是年轻的同志 老同志的同步都已经退化了 在中间它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第五个阶段呢 就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到这个二零一零年代初 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有这么一些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个考古的 考古工作在展开 一个是1997年到99年呢 阿里的这个文物抢救保护工程 对托林寺的发掘 与此同时 西藏大学的考古系 以西藏文物局联合组织调查和 这个发掘了这个东嘎和平昂遗址 东嘎和平昂遗址 这个后来 这个东嘎平昂遗址的这个 这个考古报告 也编写出版 那么到了 到了 这个新的一个世纪以后啊 最早开展的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调查 就是青藏铁路西藏段的考古调查 这个我后面 我会重点再介绍一下 那么在2004年 斯坦大学西藏文言所 这个 对这个项权和流域 进行了流域调查 进行流域调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具体就是 我和这个 西藏和阿里地方方知办的 这个 这个业务文言 一起 对这个阿里地区进行了 文物的复查 也进行文物复查 也算是区域性调查吧 那么05年到07年呢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藏 刚成立的这个西藏文言所 联合发掘了这个 撒加北寺 对撒加北寺进行发掘 在06年的时候 在这06年的时候 还在这个 在这个藏东地区的满康县 对谷水电站的淹没区域 进行了这个 这个 这个科目调查 那么在07年到08年呢 这个西藏 就开始 第二次文物复查 也就是全国的第三次文物复查 那么这次 这次这个文物复查呢 这个 形成了一个非常详尽的 一些调查资料 现在也成为 在西藏进行这个 区域考古调查的 一个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资料 那么在09年的时候 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和西藏文言所 在藏东地区 进行了这个土博时期 这个佛教造像的 这个调查 后来也出版了 调查 调查研究的 这个报告 我们下面 把这几个做 做个重点介绍 首先是托林寺 这个调查 发觉 托林寺呢 当时是配合着 这个叫 阿里地区文物抢救 与保护工程 当时主要是 对三个 三个重要的遗址 三个重要的遗址 三个重要的遗址呢 这个都是 现在都是国宝单位 就是 扎不让骨骼库城 扎达县的这个托林寺 和这个 皮阳东港遗址 托林寺这个地方呢 是对 已经被破坏了 已经成为废墟的 加沙殿和其他一些 这个佛教殿堂们 发觉 这是 这是 假沙殿的这个 大陆来变 发掘出来的佛座 和这个塑像的残躯 残头 提阳东港遗址的 这个靠谱调查也是 实际上是延续的时间很 从 从94年 对这个遗址 对那几个石窟 加了庄 保护的这个门 到 对这个遗址的 这个 调查 以及 在遗址附近发现的 古代墓葬 和 和居住址的这种发掘 最后一并都收录 进这个叫 庇阳东港考古 庇阳东港遗址的考古报告 对 对 对 大家如果 想了解的话 可以再看 再看这个报告 对 那么第三个就是 这个清藏 清藏铁路 清藏段的 这个考古调查 它总共有 七八十公里 从风火山 一直到 到拉萨的柳车站 到柳车站 就拉萨我的站 七八十公里 当时是 这个参加 这个 这次调查的 是由 这个当时 刚成立的西藏 筹备成立的西藏文言所 当时的负责人哈比布 由哈比布先生来 来作为这个负责人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四川大学 分别派人 这个支援 共同组成的 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考察队 那个 那么这个 这次考察呢 这个 这个考古调查呢 取得了非常 丰富的成果 后来也出版了 这个叫 清藏铁路 西藏段 天野考古报告 天野考古报告 发现了非常多的 这个 西石器地点 西石器遗址 这个 这个 祭祀遗址 还有这个 墓葬 这是在 在这个 纳曲的 查丘堂 发现的这个 一个 祭祀遗址 这个 这个祭祀遗址 发觉出来 有 多少 这个 码头和牛头 上面有这个 藏文的墨书 以及一些图像 表明 它是一个 进行祭祀的 这么一个 场所 另外在这个 当雄 杨八景的 加日堂 加日堂 在铁路 现 要经过的 这个区域里边 进行了 发掘 发掘出来 还有少量的 桃片 以及这个 钻孔 或者 凿窝的 这个石器 实际上 按照 按照这个 这个 遗址 出土的 这些东西 是应该 命名成一个 这个 一个新的 一个靠学文化的 因为它是 处在这个 藏北的 传统的 游牧区 和拉萨 河谷 农业区之间的 这么一个 一个 就是 所以 游牧区 最 最靠南 的这么一个 它实际上 它是 它是 一个 是一个 游牧区化的 一个 这个 一个 去指 第四是 撒加北四的 这个发掘 撒加北四这个 发掘的是 国家文物局在 在西藏 开展一个 叫三大工程 三项重要的 这个文物保护的工程 也就是布达拉公 罗布林 和 撒加斯 这么三大工程 那么罗布林 和布达拉公 是没有 没有靠调查的 和发掘的任务 但是参加北四 是有这么一个任务 这个是由 陕西省 靠谷研究院 和西藏委员所 新城内 西藏委员所 一块儿来 来做的 当时 这个西藏委员所 参加 参加发掘的 有这个 夏光队先生 有这个 李林辉先生 有杨希女士 来等他参加 这个发掘 这是这个 就是我们才从山上拍下来 这个北四和南四 我们可以看到 北四 基本上 退区了 所以我们对 对南四 对南四的 这个 沪通河 也做了 它的这个走向 和结构 对后来 他们对沪通河的 这个维修啊 对撒加北四 沪通河的维修 来起到了一个 一个基础的 非常提供的基础的资料 那么在这个 东西破章的这个 比较完整的 就是做结构 这是当时 他在这个 整体破章里边的 官员的处来 这里边也还有一些 壁画的 另外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北四的 还 中理了一个 保存的相对 比较完好的 护法神殿 这里边保存的 还有不少 护法神的 这个残区 下半身的残区 还保存的 还是 还是比较 比较好 第五个呢 是藏东 地区 在文物菩萨的时候 把他认为 把他登录成 这个叫 松江干部 和文成公主 和尺寸公主像 后来我们发现 这实际上开始 大如来和 两菩萨的 一个造像 这土博时期 中国这次调查呢 我们也基本上 了解到了 土博时期的 这个 这个佛教造像 主要的题材 是大如 来为中心的 或者是 大如来两菩萨 或者大如来八菩萨 甚至 它既有印度风格的 这种造像 也有这个土博 本土的风格 你可以看到 能不能地来看 这个内景 看到 上面 这个大如来 实际上是 头上 这个头上 有一个蝉头 土博赞扑的蝉头 然后穿着 这个翻领的袍服 腰领还细着 还细着腰带 还细着腰带 穿着鞋子 巴拉伯大 穿着鞋子 这么一种 完全是 这个土博式的 这种造像 用土博 赞扑和贵族的 这种服饰 来装扮 这个佛和佛 另外呢 也是第一次 发现土博时期的 马尼什克 也就把这种 我们在西藏 把这种小 刻在卵石 或者石片上的 小马尼石 这种马尼石克呢 现在找到了 它最早的 这个源头 那么最早 就在西藏 东部呢 就出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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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客的 这个佛像 你看到这 那么在这时期的 西藏考古的 这个主要的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在2004年 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 成立 就有了自己的 考古和文物保护的 一个机构 自己的基本的队伍 有自己的基本的队伍 第二个呢 是 这个 山山来迟的 这个基本建设考古 正式展开 以这个 2003年 那天藏铁路的 这个调查 为标志 接着后边又 又做了这个 骨髓电站 那么现在呢 最近这十年里边 最近十年里边 这个 基本建设的考古 成为了西藏文物保护所 这个 最主要的 这个 考古工作 这几年 都都忙得不可开交 就到处跑 整个西藏到处跑 不断就 有这个 基本建设的项目 包括大的项目 像这个 拉日铁路呀 拉林铁路呀 这样大的项目 也有一些 很多 像这个 像水库啊 水库的建设 电站的建设 这样也大的项目 这调查 现在是 这个 成为这个 西藏文言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考古工作 那第三个是 配合大型 文物保护工程 像萨迦北四的发掘 就配合 这个 这个 考古保护 文物保护工程 这是继 这个前一段 我们在 在托林寺开展的 这个考古工作 也是配合 大型的文物保护工程 来做 这个继续 还在做 另外呢 这是这时候开展的 刘裕的考古调查 和专题的考古调查 比如说 四川大学和 西藏文言所做的 象象和刘裕的调查 以及 这个陕一圣考古研究院 和西藏文言所 做的这个 藏东地区的 土博佛教造像的调查 就是 这个刘裕调查 和专题调查 也开展起来 那第五呢 是这时候 这个一大批 前期 积累的 这个 中央的成果 都相继 共和国地图 及西藏分测 平阳东嘎 一直考古报告 土国时代考古发现 及其研究 这时候都在这时候 那么在这之前呢 也是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 这个霍卫教授 写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西藏 古代 牧藏制度 研究 还有这个 藏西地区的 这个佛教文明 研究 及这个 李永贤教授 写的这个 西藏原始 原始艺术 这样一些 研究书籍 考古的研究书籍 都 都这时候 都 都陆续读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从 2012年 一到现在 一到现在 这个 大 比较重要的一些 一些项目 在这点下 也可能也有 也有漏调的 从2012年 实际上从 2011年开始 这个 2012年 社科院考古所 这个对 古鲁甲 古鲁甲母墓地的 这个发掘 陕西省 对几对墓地的调查 不保护规划 所以要 要再 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调查和 测 要测 这个详细的 这个测绘图 四川大学 藏王林的调查 还有这个 中科院 双骨所 古鲁甲母内研究所 对藏西的 救世器的调查 那么2013年 这个 古鲁甲母墓地的 这个墓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开展了 对这个 阿里地区 日土县的 罗布措的 环湖调查 这里在 在西藏 第一次开展 这个环湖考古 疫情调查 那么西藏 西藏文言所 对这时候呢 也对猎山墓地 和长期墓地 也都分别进行了 调查和测绘 这是为这个 为这个 下一步的保护 工程和 保护规划的制定 去 做一些工作 那么 这一年呢 这个 这个中科院双骨所的 这个 这个 救世调查 继续进行 那么2014年 沈医省考古研究院 西藏文言所 对这个 渣渣县的 王国遗址的 这个 就是在 向前河流域 做了一个 分布调查 做了分布调查 那么2014年 社科院考古所 和西藏文言所 联合对 取探目的 进行正式发展 2014年的 西藏文言所 这个 又和 四川省 这个考古院 对这个 10至13世纪的 佛寺建筑 展开调查 2015年 考古院院 和西藏文言所 联合调查的 渣渣县的取农移植 这都是作为 当时陕西省文物局的 项目原葬的 经费 做的一些 这个调查 那么2016年呢 中科学院 中科学院双骨所 和西藏文言所 联合组队发掘了 深渣县的 尼亚底 前期叫尼亚木底 后来叫尼亚底 尼亚底旧世纪遗址 进行了这个 这个发掘 进行了发掘 这是在西藏 开展的第一处 旧世纪时代的遗址 的发掘 以前都是叫 采集点 本来叫遗址 找不到这个 有保存的比较好的地层 那么在这儿 是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 这花珠光的侧年 是距今 三到四万年 那么2016年 陕西省卡古建议院 和西藏文言所 联合调查的 像前河和上游的 阿清水库库区区的 石器地点 谷歌石器的遗址 石窟 以及这个 杜鲜岩化 那么2017年 西藏文言所 省省卡古建议院 联合发掘的 这个戈布塞鲁 屋地 发现了西藏西部 最早的墓葬 经过测年 是距今 三千五百年 现在又打不动 稍微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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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从2018年呢 这个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 就是国家文物局 组织了一个叫西藏阿里联合考古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有很多单位来参加 有西藏文言所 社科院考古所 中科院双骨所 陕西考古院 四川大学 西北大学等单位来参加 分别对这个 桑达龙谷墓地 格布塞鲁墓地 曲塔墓地 东嘎皮昂墓地 和曲洛墓地 进行了发掘 我们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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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啊 这个做的一些重要的发现 都是在这个大的项目上 做出来的 同时呢 你为了配合 丝绸之路的 深移的南亚 狼道的考古照查 也相继也展开了 另外呢 在从2021年到2022年 这两年 就在疫情期间的这两年 西藏文言所的 桑达龙谷的墓地的发掘 四川大学的 夏达错北岸的 石器遗址的发掘 中科院清藏所 以西藏文言所 这个 康马县的这个 麻布错遗址的发掘 陕西考古研究院 以西藏文言所的 温江多遗址的发掘 还有西藏文言所 以浙江考古所 当兴墓地做的发掘 以及双无所 以这个西藏文言所 在签认一直做的发掘 还在持续展开 就是 虽然有疫情啊 但是这个考古工作 还是没有中断 而且在这个时段里边呢 通过了这个 西藏考古工作规划 2021年至2035年的 这样考古工作规划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这个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国家文物局 和西藏自治区政府 对考古工作 有了这个前所未有的重视 有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这个国家文物局 这个层面和西藏自治区政府 都对这个考古工作 都做出了这个 这个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安排 第二个呢 就是国内多家考古研究机构 和大学纷纷进入西藏开展合作项目 中科院 这个社科院 中科院双骨所 中科院青藏所 这个社科院的考古所 四川大学 西北大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 这个浙江省考古所 都参加到了这个 这个西藏的这个 靠谱的项目里去 特别是在这一阶段呢 由于中科院双骨所 在西藏的旧式期考古的 正式的开展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特别是尼亚底一指的发掘 为探索早期人类在青藏高原 高海拔地区 生存 找到了一个 找到了科学的遗具 第四呢 是 这个 已经 西藏考古已经沉没已久的 这个啊 这个重新在 在这个 从2014年的2020年 有两项被评为年度的这个 市大考古发现 一个是 古如甲木木地和曲塔木地 这2014年的市大考古发现 另一个 在这个时段里边 制定了西藏考古工作的规划 为今后的西藏的考古 这个 规划出来 从学术层 从学术层面的 做出了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意见 也就是给 今后西藏考古工作 做出明确的 这个 那么后面我们再 再看一下 在这一阶段里边 一些重要的一些发现 这是在阿里地区和纳区地区的旧席发现 这是错金县 打雄 香港历 一直在这个 这个 西石器 和这个 石片石器 就是在日土下达错 北岸地点 采集到的 西石器和石片石器 这个呢 这两年 由 由这个李文亮教授 领衔啊 在这 又做了 做了 已经做了 今年是第三年度的发掘了吧 也得了 非常重要的 这个收获 我们也期待了他的 成果的发展 这是这个 葛基县 尤瑞德布的这个地点 在这个 这个 西石器 在这个地方呢 采集到了 早期的陶片 在省闻那种 加沙淘的陶片 这个 应该是和这个 西石器 应该同时代 从这个 从这边看起来 适合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扎达县的这个 墓葬里面 出土的 这个陶器呢 不是一体 它应该 更早一些 这是苏勒地点 和当中的 马乡地点 马乡地点 采集到的 这个 盘撞砍达器 还有一些 这个 这个石河 那第二呢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就是这个 尼亚底 旧石器遗址的 这是2016年 那个 那么这个 这个遗址呢 这个发掘出土的 有大量的石片 石叶 刮削器 尖撞器 和雕刻器 它的这个 文化石叶技术的主要 是以石叶技术 为主要的 这个文化特征 这种石叶加工 技术的 青山高原的出现 对探讨人群 和文化的迁徙 以及交流 有了非常重要 光石光的测年呢 是测了 它是三到四万年 这个 而且它当时 对这个遗址的 这个土壤 也做了多种 多种分析 也就是说这个 推测这个时期 藏北高原 可能处于一个 相对比较温暖 湿润的环境 也反映了这个 更新是 晚期股业内 对高原生态 反映的这个适应能力 这个现在在 国内外的这个 这个靠谱界呢 都产生了非常 重大的这个 影响 就是在 就是在 在这个地点 还能见到 一些它的这个时期 第三是这个 阿里 嘎尔县的 古入甲墓地 这我这个照片呢 都是以前拍的照片 就是它以前拍的照片 出处的铜器啊 木器啊 草边器啊 这个已经发展了 这个简报 大家可以看 陶器 石器 铜器 特别是重 特别重要就是这件 这件丝绸嘛 这件丝绸上 因为出现了 这个两个汉字 出现了 这个 王侯 这样的汉字 而且它这个 从这个 丝织品的这个 整个图案 和它的 法的结构来看 跟在新疆地区 出现的这个 汉晋时期的 这个汉晋时期的 丝织头啊 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肯定是内地制造的 那么作为 同样作为 这个 共同取得重要 2014年中 重要靠谱发现的 就是还有这个 扎达线的 曲塔布地 这条是出现的是 这种冻石 这种冻石 而且里边出现了 保存非常好的 这个保存的 比较好的木棺 出土了大量淘气 淘气的这个 非常都保存的 非常完好 还出土的这个 有石器 应该是历石 还有些铁的 铁的建筑 特别这个重要 就是这条出现了 这样一个 一个金面具 金面具 它是头上戴 戴棺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 一个金面具 其他的像在 现在古加木 这地方出的 就是形态比较小的 像在桑大龙我 都比较小 这个桑大龙我 出的比较大 可以叫金面具 这个是17厘米高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一面具来使用的 而且它上面 它有一个罐 这罐上面 装饰的有 这个羚羊和鸟 的这种图 最近这几年 像这个崇陶和李伦辉先生 还有其他几位先生 都分别有这个研究文章 专门来讨论 这个在西藏西部 或者西西马拉雅地区 出现的这些金面具 或者叫做面金片式 这样 这是这是这个 在其他地方出土的 包括在 在这个尼布尔根斯坦地区 出土的 在这个本印度出土的 一些这个 这个小的这个 人面金片式 另外呢就是 在这个 炎化方面呢 也有 也有 非常多的 这是在 还诺不错调查的时候 发现的 发现的这个炎化 这炎化里边 发现了这个 这个非常简单的 这种车的 另外是在 萨大县的 哥布塞的 目的的发掘 也去得了 非常重要的收获 非常重要的收获 特别是在 这个早期墓藏里边 出土的 巨金 这个 三千多年的 这些淘气 经过侧年结果内 也是表明它 它这个墓地 延续的时间 比较长 从这个 这个公元前 一千五百年左右 一直延续到 一直到公元前后 延续到这个时候 这哥布塞 在过M7 发现这个彩淘 上面出现的 这个三角形的 网格纹啊 正在新疆出土的 同类的这个彩绘淘气 是完全是 同样一种风格的 另外呢 在 哥布塞路墓地 出现的这个 这个残结状的 这种 飞扬式的管状猪啊 在新疆的 塔丑尔干的 想把我墓地啊 像在这个 在印度啊 也都有 也都有出土 还有呢 就是发现在 他这个 这个 在M1的人头的 这个 这个头骨上面 明显的 他是有些 这个铜片式 这个铜片式的 应该是戴着一个 帽子上面 装饰的这个铜片式 在最后给大家展示了 这个 这近些 近些年的 这个 一些发现的 也仅限于我手头 所以 那么实际上 更重要的发现呢 大家 我想 这几年呢 大家如果关注 西藏考的 都 都会看到 特别是 这个取得 十大考古发现的 这个 哥布塞 这个 三大龙谷目的的 发掘 还有在去年 入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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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考古发现的 最后 就在 在那个 参评了 参评 但是最后 没有进入到 十大发现的 这个当雄的 这个土博目的 这个呢 这个因为 他是近些年的 一些重要发现 大家也都能 都能在这个 不同的 这个 媒体平台上 都能看到 所以我在这 你就不再 多做 介绍 我这个重点呢 还是 放在了 从上个 世纪初 一直到 本世纪初的 这一段 这一百年里边的 这个 西藏考古的 这个 立场 这是 我想这也是大家 所不太熟悉的 所以就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 梳理一下 当然这个 也这个 提到的 重要发现的 也是 挂一落万 特别是 近几年的 这个考古发现的 也都 也都有 这个各种 媒体在 在报道 所以我在这 就不再 多讲 好 我今天就 接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看看 我看看 线上的同学 或者老师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预定的时间 还有十分钟了 可以跟大家 对 这个网上 有一位同学 在提问 张老师 我替他念一下 他说老师您好 吐蕃高等级木葬 有什么特征 好的 这个是我以前 我做过一次讲座 专门讲 是吐蕃时期的 高等级木葬 高等级木葬 这高等级木葬 实际上是要分成 一定要分成 两个层次的 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藏王陵 这是最高等级的 就现在在穷节线的 这个藏王陵 藏王陵它是分成两个区 敦海达区和墨日山的 这两个区 这个从这个穷节线的 藏王陵的 这个地表的 风土的形质来看 它基本上都是 方形或者长方形 而且尺度特别大 这个编长一般 一般都都在 这个四五十米以上 四五十米以上的 高度都有得超过十米 这样的高度 而且呢 它会有这个 有这个 是出现了十狮子和十倍 这样的 这样的设施 这是作为藏王陵的 那么作为 其他的高等级木葬呢 就是出现在 一些大型墓地里边的 中心大墓 就一般我们在 调查的时候 都把这中心大墓的 编成M1 M1 M2 就选选的 先选那个大边 先编 就是一般来说 是在这个墓地的 偏上的部位 有在这个冲击上呢 偏高的那个部位 然后呢 两侧呢 和下面 才是 它这个中小型的木葬 我们现在是把 这高等级木葬 就是仅限于 一个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 清洁的藏王陵 再一个呢 就是这些 在大的墓地里边的 大型墓 那么 这个大型墓地里边 高等级木葬呢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规约 就是它的封土 是一个 平面成T型的封土 平面成T型的封土 而且这个 不管是大型 中型 小型啊 平面成T型的这种封土 我们不叫封土 叫封堆比较好 因为它很多呢 它是这个 由石头啊 外边包弃起来 而且它在里边填土 有时候也是土石混住的 所以 如果 如果 叫封土 可能也不太合适 叫封堆 它可能比较合适 就是它是T型的 战斗术 但是往往呢 也有少量的 不是T型的木葬 比如说 圆形封堆 塔形封堆 还有这个方形封堆 这样一些 那么这样一些木呢 很可能是当时一些 具有特殊身份 我在对 对这个 在 青海多栏 热水墓地 这个 在 在 这个2015年的时候 做过这个 宛洋水库的 淹没区的墓葬的发掘 这个考古报告现在已经出版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结语里边 曾经对这个 对这个 这样的 封堆啊 做过 做过一个分析 就是 这个 就包括在这个 渡兰的热水墓地里边 就表现出来 典型的这种 土拨式的封堆 就是平面层T型的 封堆 也就是我们被 被大家 这个俗称为 九层一楼的那个 叫热水一号大墓 一号大墓 那个是典型的 这个T型的封堆 那个 那个墓啊 就是 这个在热水墓地里边 算是这个高度 那么 这个 社会员考古所的 韩将华作为 发掘的 2018 热水一号大墓 它就没有这样 没有这么高大墓 也不是T型的 它是有一圈 这个围墙圈起来 中间有一个 比较低平的一个 风队 然后呢 在他旁边 又建造 有这个 进行祭祀的这种建筑 这明显它就不是 典型的土博式的 那么这个呢 也得到了 近些年在 这个当雄发掘的 当雄目的的 这个验证 那么当雄目的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 方形的封堆 不管大型的 还有小型 都是T型封堆 而且里边出土的 这些这个 金银器也好 围棋子也好 还有这个 彩绘桃罐也好 都说明 还包括侧年 基本上把这个目的 限定在 七到九世纪 就是 土博式期 作为藏王陵 它是不采用 平面T型 它是一个方形 或者长方形 作为它的平面形状 而且这个形体 特别高大 尺度也非常大 另外呢 就在这个木地里边 凡是这个大型的 居于中心位置的 居于比较高的位置的 这些 这些 这些大木呢 也应该属于 这个土博式 高等级木 这个呢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T型 大概就是 这么个情况 我不知道 是不是能 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张老师您好 哪位是 哪位 您稍等一下 可以吗 好的 好的 是这样 因为我先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 首先 我们这个是一门课 所以邀请到的 张老师 给我们这大的同学们 讲这个考古中国里面的 一个特奖 所以呢 我想就是 先代表我们选修 这门课的同学吧 有同学在群里面提问的 我想代表这位同学 先插个队 他说 老师好 他说 请问西藏的普通百姓 对西藏的考古活动 是否有了解 他们对考古的态度如何 有为考古活动提供帮助吗 因为我们的这个同学们 其实就是刚刚进到 学校里面来 然后选修这个 考古中国的课呢 确实也是对考古 特别感兴趣 那么从一名大一的 外专业的同学来看 看待这个考古 那么想听听张老师 就是在西藏从事考古 那么对西藏的老百姓 对这样的一项工作 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因为从这个八十年代 直到现在 我也是 参加了很多这个考古调查 和发掘的这样的项目 和这个西藏的农牧民 较到时候更多一些 藏族老百姓呢 对这个考古呢 这个对我们的考古工作 都是很支持的 但是呢 他们也是充满了好奇心的 对我们考古的这个 这个发掘的对象呀 包括我们 我们这个发掘的方法呀 也是充满了好奇的 别充满了好奇心的 对这个 就是这个 经常想想 一些问题 但是呢 在哪个村做考古 就是用哪个村的这个 这个民工 这个大家在一起 一起这个 发掘 一起休息 甚至呢 休息的时候 一起这个喝醋油茶 一起这个这个叫叫茶 去相处的 相处的非常好 他们非常的质朴 也非常的好客 然后工作呢 也是非常的努力 我一说 而且是非常乐观 比如说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托林寺高 发掘的时候 那个里边的土特别大 土特别大 你这个 在发掘的时候 那 就原样看 上 就像到休息的时候呢 那头顶 包括耳朵背 包括肩膀都是土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 就这样的环境下 一边干活 一边唱歌 一边干活一边唱 这也是对 对我们 这个考古工作者呢 也是这个 一个 感染 我们也是 受工 所以我们 也是 干活的时候 也是很 很带劲 大家在一块 干活 很带劲 当然呢 也有他 他也有他 不理解的时候 也有他 不理解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 这个小的 这个 矛盾啊 冲突啊 这个是不免的 这个是难免的 我们在内地也一样嘛 但大多数情况下呢 老百姓啊 对我们考古 还是希望了解 在于是 全力支持 这个积极的参与 都有这么一种 好的 谢谢张老师 网上的留言 特别的多 然后我们的时间 其实 按照上课的时间 是已经到了 那要不再 选两个问题 再请教一下 张老师好吧 我就随机抽吧 没有什么 这个 因为问题比较多 也没有办法 一一的满足大家 请大家多多谅解 那么有一位 他说张老师 我们正 假如我们正在 学习考古的 在读学生 在未来 想从事西藏考古工作 我们应该 储备哪些知识 或做哪些准备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 有一些同学们 会感兴趣吧 这个问题 好的 好的 那么 现在呢 是这个就是 如果对西藏考古 感兴趣 将来也 也希望能够 参加到西藏考古的 这个行列里去 那现在主要是 我觉得是 有这么 有这么几个方向 一个是要 要读一读 现在已经 出版的 关于考古学的著作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 介绍了很多 有考古报告 有这个考古研究专注 那么最新 我给大家说 最近最新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童涛 童涛博士 最新出版的 那个高原四抽之路 有考古发现研究 那个商家卷的这个书 也给大家 也要报告一下 那么 以这个西藏考古 冠名的书啊 现在只有这个 这个 图七的那本 穿越西马拉雅 咱们翻译过来 叫西藏考古 这个书 还有一个呢 就是侯士柱先生 写的西藏考古大纲 这个出版的 比较比较早 但是一个完整的 这个 这个西藏考古的 这样一个教材呢 据说 李永贤教授呢 已经编写完成了 现在就等候出版 那就是 这些书呢 是一定要读的 另外呢 这个 要读一读西藏史 要读一读西藏史 西藏通史 现在这个 由这个 中国藏学中心 主持编写的 一整套的 这个西藏通史 多卷本 进出了 大家可以 可以看看 这个 当然也可以先 先看看西藏简史 有一套 薄的西藏简史 先看看 然后再去看 这个西藏 西藏通史 可能也比较好一些 另外呢 如果要做西藏考古 还是 大家还是 西藏 学习藏语是吗 有点卡住了 我没听清 是学习藏语是吗 这样是 学习藏语 因为这个现在 我们在浙江大学任教的 这个西提胜教授啊 他对他的这个 他招演研究生呢 首先就就有点好 你得 你得这个 懂藏语 或者是有一定的藏语 西藏的时候是专门做这个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艺术和汉藏佛教艺术 所以他这个 这个 对 这个王老师在群里面 王瑞雷老师在 他刚才跟我说 他在群里面 王老师的藏文就是非常好 他是这个 谢教授的高足嘛 受过很好的 这个藏文的训练 是的 所以我们 就是这个海报上面 大家可以留意到 我们灌了一个 浙江青年的 这个社科学会的 这个协伴的标志 其实王老师 我还有我们系里面 好几位老师 都是浙江青年学会的 所以也是借这个便利 我也把王老师 请到我们的这个课上来了 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 就把最后一个问题 我随机抽一个吧 这个 说张老师好 请问土拨在七世纪的强盛 是何种因素造成的 这个也是我们 考古中国课上的一位同学问的 就是土拨的七世纪的强盛 是什么原因 这个实际上 这个历史学家 都有过很多 都有过很多这个 试试 作为考古 从考古学的 这个遗迹遗物 以及考古学文化的 这个角度 我也要结合起来的 我有感觉 就是说这个 作为这个土拨王朝的 统治阶层 它是发源于 这个亚龙河谷 又是亚龙大墨江中游 就是这个奶冬穷杰 这一代的西部业家族 西部业家族 这个家族呢 这个家族呢 这个族群呢 应该是一个农业部 他应该是个农业部 那个 现在我们现在传说的 西藏的第一块农田也好 是这个 猴子变人的地方也好 他都是在 都是传说在这个 在西藏的 在买东县的泽当 在泽当附近 都在那块 也说明这个地方呢 它是非常 非常悠久的农业 农业生业的这种传统 这种农业部落的崛起啊 他后来 把这个 当时他 这个 北边和西边 以及一崩拜 这些不同的 在这个地方上的 这个 叫方国也好 还是叫 叫这个族群也好 像 向蜂啊 苏比啊 这个 这些部落 把他征服了以后 征服了以后 他这个 征服了以后呢 他这时候 他就 他就想 要和外边 要 要这个 要向外发展 但是他这个向外发展动力 是什么样的动力 现在还有各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 也可以 这个 从高学文化上 还不大 不大好解释 但是这个时候啊 就是 从这个西边家族 把这个其他的 几个 几个这个 这个地方 上亡国安 吞并了以后啊 他的 他的这个 不光是他的地盘扩大 他的这个 各种物质文明的发展的程度 也大大提高 包括精神文明这些 精神文明主要的主要 标志就是他文字的创立 和这个 这两个是 比较明显 大家就 看得出 好的 谢谢张老师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然后最后我们 请刘老师 刘老师还在吧 我要把它 解除 稍等 稍等 他在的 看一下 刘老师可以说话吗 我点快了一点 刘老师可能需要 好 听到了 听到了 也看到了 看到了 好的 那非常感谢 张老师啊 这个 用这个时间 主要是 不够长 那么总结了 西藏这个 百年来的考古啊 说实话 我们也 很少能够 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树里的这么详细 那我想呢 西藏考古 觉得 我觉得跟我们 在其他内地 做不太一样的 一点啊 首先因为做考古 有它很大的 吸引力呢 就是考古 都是在 不断地探索 古代的很多的 未知啊 很多的谜底 那么 像西藏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 首先 它的自然环境 它就是一个 很特殊的地方 那么 所以西藏 很吸引人啊 这个 然后另外的 西藏的 这个文化 现在的文化 西藏的这个 风俗 它现在的文化 也同样很 独特 很吸引人 那么再加上 这个 对西藏的考古 那么这几个方面 我想这个 所以西藏考古 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一块 一块地方吧 那么就像 刚才那同学问的 就是实际上是 做西藏考古 我也了解一些 老师们 就是要特别 要学藏语啊 因为研究的内容呢 跟其他的 内地的考古呢 有很大的差异性 但是我觉得 确实西藏考古 有 还有非常多的事情 值得做的 西藏 那么大的地方啊 真正做考古的人 也很少 所以 有之力 做西藏考古的同性 将来 将来可以 往这个方面努力啊 这也可以 要学藏语 那么在一个 就是西藏那块地方 也是一个独立的历史 跟自然环境 那么 所以很感谢张老师 能够 给我们梳理了这样 西藏考古 一个总的一个轮廓 让大家有一个 综合性的了解 那么 好像下一节课 蒋陆老师 还是要请张老师 讲吧 蒋陆老师 我说张老师 有时间的话 欢迎张老师 再给我们讲 因为我下回再讲 我就开个 两千人的大会 今天就 被大家 就是挤爆了 然后不停的在后台 要我拉 我说实在是抱歉 我们后面还要 我们再商量吧 那是讲一下唐龄 唐龄考古 好的 唐龄考古也好的 好 那我们就 一言为定 都可以 我们回头再 一会儿 课后再商量一下 我相信 还是同样会 异常的火爆 然后我提前做好准备 今天实在是很抱歉 就网上的这些 很多人都没有进来 然后有些就一直在等 到现在还有在等的 是的 李老师还在吗 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李老师 李老师不在了 王老师还在吗 我可能 我不对 王老师在的 我在的 张老师非常感谢 如果下一次讲唐龄的话 唐龄考古的话 那就太太太好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 我就叫我们古剑班的同学 也全部来听 非常感谢张老师 谢谢李老师 很久没见您了 看到您的样子也特别高兴 谢谢张老师 再一次 我也是 我也是 谢谢 王老师还在吗 对 因为时间 时间有限 对 他有限 我就不多说讲了 就是非常感谢张老师 就是给我们带来了 就是西藏的一个 从宏观的角度 给我们看到了这 一百年的 就是西藏的风风雨雨 考古的这个历程 很激动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王老师 好 这六个是 就是这几个时段的总结 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重要 严谨一概 内容那么丰富 哎呦 就是 但是我自己收获也特别大 谢谢 学生们更是一定 谢谢 再一次感谢张老师 首先要感谢 感谢这个 刘老师的安排 刘老师有这么的安排 还有机会跟大家 在这一块 好 谢谢 将来 将来我们安排 请张老师 做一个系列讲座吧 对 西藏系列讲座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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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以后张老师 包括对西藏里的 这个 托林寺 包括谷歌故城 撒迦寺的发掘 倒是有很多很多 传奇性的故事 我想 给大家应该多 多讲出来 多焦虑 对 是 因为也是因为 疫情的原因吧 不然张老师可能 很早就会来学校 张老师呢 现在也已经是 我们的这个 兼任教授了 我想 以后还是 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 在现场 在现下 听到张老师 精彩的这个分享 好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 要不今天的讲座 就先告一段落 我们相约下次 下周四 张老师 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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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老师 再见 各位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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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再见 拜拜 再见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